老无老 以吉人之老 幼无幼 以吉人之幼 十方法界 关怀弱势族群 与照顾弱势儿童 以佛教因果轮回 培养正确人生观 残阳伦理孝道 提升社会风气 超越山头 跨越派系 须弥万法 环绕全球 坚持公平 公正包容的立场 以传播正性佛法为己任 十方法界 卫士 换皮小沙咪 名字叫吴华 到后上与小沙咪 全佛乐无比 师父 前几天啊 我们不是去参加那位法师的告别式吗 嗯 怎么样啊 没有啦 我是第一次参加佛教的这种法会 感觉跟我以前还没有出家的时候 妈妈带我去参加亲戚的葬礼 不太一样耶 嗯 比较庄严 没错 我们佛教为原籍的法师举办的法会 是比较庄严 而原籍的法师会蒙佛祖接引到西方极乐世界 待在佛祖身边 继续修持佛法 所以师父平常就跟你说 要多做好事 多用功学习佛法 有一天你也可以到西方极乐世界 嗯 我知道 那师父啊 我都有看到花圈上的卡片 写着成愿再来 师父 这是什么意思啊 成着愿望再来吗 哦 那要念成 趁愿再来 哦 趁愿再来 哇 好特别的念法哦 师父 这是什么意思啊 为什么不是念九九成法表的成 这个中文字啊 其实是世界上最难懂的文字之一 一个字就有好多种不同的念法 念法不同 意思也就不同 像你在上课时 老师应该有上道 有关于我们佛教的历史 例如大圣佛教和小圣佛教的差别 这个时候就要念圣 破音字 这个圣呢 是车子的意思 但是 今天我们搭车去一个地方 就要说我们搭乘火车 这个圣呢 是动词 表示我们搭乘交通工具 师父目前说到这里 你都听得懂吗 嗯 可是还是有听不太懂的地方 是有点困难 以后上课时 老师会教道 你可以再请问老师 那这个衬呢 你就把它想象成 是一个包包或是一个箱子 这位圆集的法师 在轮回之后 就带着他活着许下的愿望 再来到这个人世 继续宣扬佛法 衬愿再来 就是法师有发愿 但是现在圆集了 那这位法师就到西方极乐世界 待在佛祖的旁边 继续修习佛法 等时间到了 这位法师就带着他曾经发过的愿 再投胎到这个世间 那师父 这位圆集的法师 不会忘记他许下什么愿望吗 你想想 你的功课没有做完 你会不会紧张 如果今天这位法师圆集了 但是他的心愿还没有完成 他一定会很着急 怎么可能会忘记呢 哦 对耶 我都超紧张的 功课还没有做完 还剩一大堆 那就对了呀 每一位圆集的法师 一定都会记得他还没完成的功课 当他投胎的时间到了 他就会来到人间 把未完成的功课做完 哦 那师父 我也要发愿 许下愿望 嘿嘿 你哟 现在还是用功读书 好好做好功课 比较重要 要发愿 以后再发愿吧 是 是 师父 逆境来时顺境音 人情疏处到情侵 梦中何必争忍我 放下身心见乾坤 诶 武光 师父看你们都布置得差不多了 还有缺什么吗 如果还少什么东西 要赶快请你们大师兄去买 哦 都弄得差不多了 看到每次办法会 你们都抱着欢喜心 这么用心布置 让来参加法会的信众 看到如此殊胜的 庄严的会场 也会有欢喜心 更喜欢亲近佛祖了 可是师父 刚刚我有听到 那个擦花老师 和旁边搬桌子的 义工师姐在聊天 义工师姐说什么 老师每次擦好花 就供养佛祖 也有功德 师父 什么是供养啊 是把这个擦好的花 贡献给佛祖的样子 你叫供养吗 哦 师姐说的就是供养 你在经书里 也都有读到啊 我还以为 是什么我没听过的 佛教用语呢 原来是经书里 都会提到的供养啊 可是师父 办法会有功德 为什么献花给佛祖 也有功德啊 献花给佛祖 你把佛祖当明星啊 要说供养 来 师父简单地讲解一下 你们以后上课 就会学到内部 梁黄宝颤 经书里就有提到 石供养 而这个石供养呢 就是香 花 灯 土 果 茶 石 珠 宝 一 石供养 香 花 灯 土 果 茶 石 珠 宝 一 哇 好难背哦 没关系 那是因为你不熟 以后你就知道了 那这石供养呢 顾名思义 就是以这十种物品来供养三宝 以此功德回向给众生 像这个香 燃烧自己 却把香味给别人 是佛教中舍己为人的精神 那花供养呢 鲜花 清香扑鼻 让人省心悦目 在庄严的佛堂 放几朵淡雅芬芳的花 恭敬之心油然而生 而灯呢 不完全指电灯 蜡烛 油灯之类 能照明的东西都属于灯 希望每一个人 都能做一盏黑暗中的明灯 照亮大地 这个图呢 是水的意思 用水供佛 洗清自己心中的灰尘 至于果 人做事要有始有终 不得半途而飞 才有丰富的果实 而喝一杯好茶 精神百倍 就是要我们学佛时 时时醒茶自己 检讨自己 你自己不是常说吗 肚子如果空空的 脑袋也空空 都没力气读书 而且用饭菜供佛 是表示自己的恭敬之心 所以这是石供养 竹子不是圆圆的吗 学佛的人 做事要圆满 待人要圆融 每个人都有珍贵的佛性 就像金银财宝一样 世人都爱 这就是供养宝的意义 嗯 是的 再来 衣服再漂亮 如果没有穿在身上 也显示不出那件衣服的美 代表学佛的人 照佛指示的路径去实行 这就是简单的石供样 哦 师父 我好像有点听懂了耶 那是不是跟我们在过堂时 念的供样一样 不错呀 雾光有进步 不过不太一样 有空师父再解释给你听 师父要先去忙了 好的 那师姐刚刚有拿巧克力蛋糕 要给我吃 我可以先供样佛主吗 可以呀 去吧 直心即是道场 烦恼即是菩提 天天好奇 发喜充满 让我们一起身体好 来运动 拜拜我的头来 摆摆摆摆摆手 摆摆我的手来 摆摆手 送送我的肩来 送送肩 张开双手 升呼吸 抬抬我的脚来 抬抬脚 抬抬我的脚来 抬抬脚 蹲蹲我的脚来 蹲一蹲 蹲蹲我的脚来 蹲一蹲 扭扭我的脚来 扭一扭 张开双手深呼吸 大家一起来运动 爸爸 为什么每一个人都要运动呢 好好 因为我们人活着就是要动啊 为什么人活着一定要动呢 因为运动才会健康 身体才会好啊 小朋友 大朋友 千万不要忘记咯 每天工作累的时候 就要起来动一动 让你我她的身体都很健康哦 拜拜我的头来拜拜头 拜拜我的头来拜拜头 摔摔我的手来摔摔手 摔摔我的手来摔摔手 松松我的肩来松松肩 松松我的肩来松松肩 张开双手深呼吸 开开我的脚来抬开脚 开开我的脚来抬开脚 蹲蹲我的肩来蹲一蹲 蹲蹲我的肩来蹲一蹲 牛牛我的腰来扭一扭 牛牛我的腰来扭一扭 张开双手深呼吸 哎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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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那么重啊 从我们出门 师傅一直叫我背着 我背了好久哦 我的手也好酸哦 我来看看 师傅的包包里 到底有什么宝贝 哇 哇 哇 这个东西好特别哦 常常看见师傅拿在手上 好像很酷 我也要玩 哇 呵呵 真的好好玩哦 我再玩 停 停 你在做什么 师傅 我刚刚在外面听见沁的声音 是谁在敲的啊 嘿 嘿 哈哈 小连姐姐 这个东西好酷哦 好好玩哦 你快来 我们一起玩嘛 快把手庆放下来 这可不是让你拿来乱敲 让你拿来玩的 对啊 五瓜 那个是庆 是不能拿来玩的 啊 为什么 这不是玩具吗 什么是手庆 哦 你既然怕师傅处罚 那为什么还拿庆出来玩呢 哦 因为我常常看到师傅敲情 每个人都要听他的 很威风哎 而且平常师傅都说起来 所以我才想说拿出来试试看嘛 哦 这可不是玩具哎 那不然这是什么 小连说的没错 等一下师傅要罚你过一炷香 你怕被处罚还拿出来玩 明知故犯 啊 为什么 我只不过拿起来看一下 又没有敲得很用力 你不知道为什么那么大声 谁叫你不听话 真的是好奇杀死猫哎 小连姐姐 什么是好奇杀死猫啊 好奇就好奇 我又没有杀死猫 哎呀 那只是一个比喻嘛 这告诉我们不要太好奇 你看吧 就是因为你太好奇 所以犯了错 被师傅处罚 小连姐姐 我都要被师傅处罚了 你还吓我 我不要理你了 哼 哎 悟光 好嘛好嘛 别生气了 小连姐姐 买巧克力冰淇淋 请你吃 好不好嘛 拜托嘛 哼 好吧 那就要讲一个故事给我听 还有 还要买一个 巧克力冰淇淋给我吃 我才要原谅你哦 哎哟 还有条件呢 当然咯 师傅 我犯错 会被你处罚 跪一炷香 那小连姐姐笑我 就是不应该 所以我也处罚她 师傅 没关系啦 我答应过悟光 只要她不生气就好了 所以没关系 小连姐姐 那你先说故事 好不好 好啊 好啊 那我说一个 大佛与大庆的故事好了 佛殿中 供奉着一尊大佛 是同铸成的 放在佛桌旁的大庆 也是同铸 也是同铸成的 有一天 大庆向大佛提出了抗议 说道 喂 大佛啊 你是同铸成的 我也是同铸成的 大家的身价相等 可是 可是当信徒来参拜时 他们都拿着香花 水果 我供养你 我供养你 并且向你虔诚的 顶礼膜拜 为什么 他们不供养我 不礼拜我呢 大佛一听 稍微沉思了一下 微笑着说道 大庆啊 你不知道为什么 让我告诉你一个道理 当年 我们从矿山 被开采出来时 都是同样的一块铜 可是 当雕塑师 开始雕塑我们的时候 我忍耐了很多的苦痛 经历了许多的煎熬 譬如 当他们发现 我的眼睛太小时 就拿铁锤 猛打猛挖 发现鼻子太大时 就又敲又锤的 常常痛得我很难过 可是 我毫无怨言 因为我知道 雕塑错了 必须再加以改正的 就这样 经过千锤百炼 我终于被雕塑成 一尊佛像 而你呢 不佳修士的 筑成了大庆 稍稍在你身上敲一下 你就嗡嗡地大叫 所以没有人供养你啊 大佛与大庆 虽然本质相同 虽然本质相同 但是 筑造的过程里 所承受的历练 考验不同 所以成就当然不一样了 哇 原来 庆是这样的啊 那你知道 庆是用什么做的吗 嗯 你刚刚的故事 不是说 是用铜打造的吗 武光啊 武光啊 庆呢 不只能用铜打造哟 还有不同材质的庆 像是玉庆 铁庆等等 还有啊 因为庆的声音 很清脆响亮 所以又说 庆的声音 是可以上达天听 向下可以收射 地狱众生哦 哇 庆真的有那么厉害吗 当然啦 当我们心烦 心静不下来的时候 庆还可以收射 我们杂乱的心 你看 还有没有东西 比庆还要厉害啊 呵呵呵 好像没有哎 师傅 那为什么 在大殿 有那么大的一个庆 为什么 跟师傅 放在袋子里的庆 又不一样嘞 呵呵呵 我告诉你 武光 庆呢 是法器的一种 你现在拿在手上的 叫做手庆 是庆的一种 又因为是拿在手上的 我们又叫它手庆 和引庆 庆呢 又分成大庆 和小手庆 大庆呢 是在法会开始的时候 要大家集中注意力 手庆是用来引导大众 礼佛问训 所以又叫做引庆 法会的时候呢 我们全部的人都不可以说话 所以就要用庆的声音 来告诉我们下一个动作 或下指令给我们 有提醒和集中精神的功能 这样说你明白了吗 哦 原来如此啊 我们呢 对任何的法器 都应该尊重与爱惜 武光 你以后 可别再拿法器来玩了 知道了吗 嗯 对啊 我们对任何法器 都应该怀有恭敬心才对 是 师傅 我以后不敢了啦 小脸姐姐 你不是答应我要买巧克力冰淇淋吗 冰淇淋 啊 对哦 我差点忘了耶 还好啊 有武光提醒我 不过武光 你要先罚贵一柱伤耶 嗯 嗯 那我等一下先出去买 等我买回来了以后 你就可以吃了啊 哦 嗯 对哦 我还要发贵一柱伤哦 是啊 做错事的人 就要接受处罚 好吧 那小脸姐姐 我等一下先去法贵 那你不可以忘记我的巧克力冰淇淋呢 嗯 好啦 我一定不会忘记的 哦 我还要接受处罚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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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欲知前逊因今生受者事 欲知来世果今生做者事